歡迎收看財經下課後 今天我們請到了我們的男一 世聰哥陪我們聊一下下課後 大家好 今天我們看到台股昨天上了一萬一 但是今天又失手了 對啊 事實上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一就上不去啊 我覺得是需要再震盪整理一下 但是之後應該還是行情會往上 因為世聰哥說很多人都套在上面 對 那個之前那個成交量是比較大的 這個行情應該會再回來再有一隻腳 但沒想到這個行情比我們想像中要搶 台灣實在是錢太多了 現在它真的不要 今年真的行情真的超乎大家想像 猜不透 對 猜不透 外資賣 然後你看本土資金一直不斷的進來 對 我們這樣本土資金也可以這樣撐到一萬億 對 然後很多這個在海外的資金也回到台灣 我覺得今年的台股應該會表現得相當好 尤其是台股是一個以科技產業為主 大家可以看到之後這一次的這個全世界的股市裡面 你只要跟科技股沾上邊的都會比較好 像台灣來說的話是韓國跟我們比較好 GDP 對 GDP表現比較好 像新加坡跟香港都很慘 所以今年這個行情我覺得對台灣來說是相對比較有力 感覺現在也是像美股一樣就是脫鉤了 就是失業歸失業 股市漲歸漲這樣子 沒有 這主要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資金都在大型股 你看美國的FAAMG 它每一家公司都是 都是 都創高 照美元的這個狀況 它只要不跌 這個股市就會被它往上撐 甚至它一漲的時候股市就會被它往上漲 甚至像我們台灣 台積電只要不跌 其實這個指數根本不會跌 但是它只要一漲 它往上一漲的時候 你就覺得哇 指數就被它撐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大者橫大柔 一個股市的怪現象 那你也不要說 因為看到指數就覺得說 好像這個經濟就回來了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 你要去試一救裡面的個別差異性 其實是相當相當大 那我也想問 昨天有問過陳彥哥的一個問題 就是12682有沒有可能超越 其實台灣的這個指數的算法 是用加權平均 如果我們用像美國那樣 美國倒窮它是選30支成分股 所以它都是選最強最強的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 如果你要去投資ETF來說的話 你要去買美國倒窮的ETF 因為它很容易創新高 因為它永遠都是選最強最強的30支 它一直不斷的淘汰 只要說30支好 就會反正一直好 那永遠都是美國的最強的 所以它會隨著產業變化 會去做一個淘汰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它的指數你看它中長期 它會一直往上漲 美國的S&P也是這樣 美國的納斯達克也是這樣 那台灣因為我們是用 這個大家繳獲在一起 所以你很容易收到的個別產業 已經日落西山 但是你還是會被它往下拖 所以如果你把它還原做 所以就是說買0050 不如買美股的ETF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要操作指數來說的話 中長期的布局來講 美股可能會比這個台灣ETF要好 對用指數 那你說如果你用台積電來看 台積電不知道老早 已經漲到5萬點去了 個別公司差異很大 像很多人就問我說那怎麼去投資台灣股票 我跟大家講台灣其實不適合做長期投資 不要做長期 台灣能夠做長期投資 我所謂長期投資 放個5年6年的公司很少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可是如果人家說存股 存金融股那種呢 倒是可以 金融股當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與其存金融股 我建議你不如去買麥當勞 不如去買星巴克 更好 對啊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你其實 所以用付委託 對如果你要籌資很長期的時候 第一個你一定要這個地方能夠長置久安 你說台灣變動太快了 台灣一直都是 一個選舉就變動 一直都是潛碟市場 特別是很多人喜歡買科技股對不對 很多人都常常問我說科技股可以長爆 科技股不能長爆 不要長爆科技股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說你要買放很長的 台積電是可以放著 其他我就覺得變化很大 譬如說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螢幕上講的 miniLED miniLED microLED 它再紅個三五年 以後就再換新的技術 那新的技術 那這個miniLED 這些公司就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你說等到上市的時候 這一個概念股就要脫手了 也沒有它大概可以紅個一兩年 一兩年 沒有問題 但是之後呢會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科技變化太大 對 所以我就說你在投資台灣的科技股的時候 其實你要用個一年兩年的時間投資就好 其他你不要買太 除非是說你買那種台積電那種 真的它可以放很長 因為它是永遠晶片會 因為它已經是世界級的公司 你投資世界級的公司絕對不會錯 但是你投資那種台灣的中小型的科技股的時候 其實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是短線 也沒有說短線 我覺得就是說你可以投資個一年到兩年 它在浪頭上的時候你絕對可以投資 但是不再浪頭上的時候你就要趕快閃 那最近好像這個解封的氛圍喔 是不是可以開始投資什麼航空或是旅遊類股呢 這是海嘯第一排 我們接下來看到說熊獅什麼的Q1好像都非常的慘耶 那這個是逢低買進的時間點嗎 如果你錢多可以啦 錢多的話可以 錢多可以啦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我如果用我的立場啦 我說我的邏輯 我的邏輯我從來不會去逢低去買股票 有就是說我從來不雪中送炭 我不會去低階公司 你要看它有起色才可以 對我覺得譬如說打出一個底部 然後真的業績開始恢復了 我才會考慮 不然我覺得不會考慮這種股票 就是反正你不會想要搶最低 不會不會因為 你要看到有起色在進來 通常呢會去搶最低的人耶 你有可能會越來越低 對啊除非是說你對這個公司真的是 你很了解非常深 譬如說你很了解航空業 那你當然可以去算喔 它的最低點在什麼位置 那OK 你如果你有這種能力那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種能力 我是勸大家 在股市裡面 其實是跟在刀口上面填寫是很像的 那你就只能找什麼 我建議大家會去找那種比較好的產業 對第一個法人有在關注 然後自己公司派本身也是看多 然後整個大環境大趨勢都是有利 你去投資這種股票是比較好 很容易水漲船高 但是你去逆市去投資這種 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你要等到它的這個景氣再重新來過 那個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如果以我們一個散戶的時間成本來看的話 其實那樣是沒有效率的一個狀況 可以注意一些比較指標性 可能比方說像是這種富邦煤啊 他們最近的表現也是很強勢 像最近那個白貨雙王 就是大家在講說富邦煤跟這個保養 我記得你四月底的時候講富邦煤 那時候才大概480幾塊 現在已經快要600塊 對沒錯 事實上我那些 那我們現在還能追高嗎 當然是不要追高啦 但通常很多人就問說那種漲很高 那我就不要買 其實不是這樣 漲很高的時候那些股票其實你要留意 就是說像富邦煤好了 你當然現在不要去追 但是如果它有一天呢 漲高之後回來到長期的支撐 譬如說回到月線回到季線 那可不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啊 就是你要等它 你這種股票你只能夠等它回答 但是它永遠都會是今年的主流股 通常我對台股的研究是這樣 通常台灣的主流股呢 它會好一整年 但是隔一年就會換人 你去看 像前年的話大家只好被動元件 哇去前年完全什麼被動元件 你阿媽阿狗買全部都會賺 那今年就不能再看被動元件了嗎 今年看起來 我覺得有幾個領域是可能 今年會被選上的 一個就是LED LED 迷列LED這個題材 看來會好一整年 另外就是PCB 就是印刷電路板的部分 那尤其是跟5G比較相關 可是國據說他們今年也不錯 陳蔡銘的話 能夠聽的話 那個 最近其實幾檔被動元件 好像前一波也在漲 但是他們不是主流阿 他們今年不算是主流阿 對 那還有任何包括像這個 部分的光通訊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今年 比較明顯的 可以留意的一個族群 PCB 光通訊 LED 這幾個族群 他們也算是因為5G帶動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今年看起來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主流 其實你要注意喔 台股永遠每一年都會有一個主流股 那為什麼會有主流股呢 因為包括我們必須講 台灣的結構就是這樣 台灣有很多投信主力他們 投信主力呢 基本上他們都會互通消息 所以通常他們看好的股票呢 會非常類似 就是說 欸這個投信 主力他說 欸我要做什麼股票 欸宅軒 那我要幫股市新手問 我們要怎麼知道 投信在看好哪些 你去看投信的買賣鈔就知道啦 其實現在各大券商裡面 都很容易去找到 它裡面有一個選項 就是投信的買賣鈔 你就去點投信 最近在買什麼 跟著投信買 如果你去看到投信 欸他買的股票 買了一陣子 然後都沒有漲 然後底部打出來 那個就可以買 那投信往往他會去追價 投信的買超的方式 跟這個外資不太一樣 外資很多時候都是 他會這個 他買就是一路買一路買 但是投信他會買完 他會拉抬 拉抬 進入拉抬他會把他拉的 離他價格拉得很遠 所以投信買賣的股票會比較 比較活潑一點點 比較標股一點 比較標股 所以我如果站在一般小散戶 你要快速獲利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關注 跟著投信 不是跟外資 對會比較好 外資你就看指數的操作 這樣子會比較好 今天的小教室收穫很多欸 這個下課後 感謝四聰哥教我們 今年的選股策略 不會啦 我很樂意跟大家講 雖然今天一萬億失手了 但是也許就是一個 新的買點到了唷 所以大家要注意我們的 財經下課後 大家會可以吸收到 這個操作策略 也可以知道說 今年的主流族群是哪些 那今天下課後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